大家好,欢迎来到空杯子 我们这一次就来讲一下 我们怎么样把用完了的鲜花 然后制作成为干花 那我们之前说了百合花 不太适合制作成为干花 但是我还是要用一只百合来制作成为干花 我们来看一下它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玫瑰花呢其实很适合作为干花 那我们这边的有这个满天心 还有这个勿忘我都非常的适合制作成为干花 这两瓶花呢是我上一周插的花 你看这个玫瑰花呢已经搭下来了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它制作成为干花 那首先呢我们要把它拿出来 用这个吸水的纸 你可以用这个厨房用纸 来把它擦干 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你看如果这样子擦的 它这个花朵已经搭下来了 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倒挂 倒挂 让它自然的风干的话 那么干了过后 它这个花朵就不会搭了下来了 我建议大家呢每一次的鲜花买回来 擦了过后大概是一周的时间 就不要让它自然的给花瓣脱落凋谢了 我们就把它制作成了干花 这样子的话 你即使有的时候 家里没有鲜花的时候 我们这个干花也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装饰的作用 而且其实干花制作好过后 它还是会那个香味呢 它会持久的留在上面 给人一种非常美和自然的装饰在你的家里 我是非常的推荐 制作成为干花 这样子你就可以永久的把它保存下来 下面的这个叶子剃掉 水吸干擦干 然后检查一下 有没有这个长霉菌的 然后就也把它去掉 用到的东西就是这个草绳 你可以用 我用的是绿色 你也可以用那个自然色的 也比较好都可以 如果你扎成一堆倒挂起来的话 它这个这个中间呢 没有干倒的地方 容易长霉菌 所以最好是分开倒挂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一朵没朵的把它挂起来 大概就是这么长 打一个夹 这样子 把它挂在这个你要挂的地方 记得要挂的地方呢 不要阳光直射 因为太阳直射的话 就会打花朵 它本身呢 就是会退掉很多的颜色 颜色就没有那么的漂亮 那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 好了 那所有的花材呢 我们都整理好了 而且呢 就把它用这个麻绳把它系好 那我们准备 最后一步就是把它倒挂起来 那这么多的麻绳 好像肯定很多人说 这样子不是很浪费材料吗 但是呢 我们这个麻绳 你一定要把它收起来 我们还可以重复利用的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们挂起来吧 那我们上一次制作了干花 那我们上一次制作了干花呢 然后一次制作了 我们把它取下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从这边开始呢 这边是乌忘物 然后这个是满天心梅花 这个是康乃星和百合花 从它们的色泽来看的话 这个乌忘物是最适合制作成干花的 然后依次下来就是满天心梅花 好 然后依次下来 这个百合花呢 就是因为它的花瓣的水分特别的多 然后呢 在干掉过后 它的干花和它的鲜花的颜色差别非常的大 然后形状也是一样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枝花 鲜花它本身含的水分很少 那么制作成干花过后呢 和鲜花的差距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您如果制作干花的话 到花室里面选的时候 就选择那种 花瓣里面含的水分不是特别多的花朵 制作出来它的差距 它的差别和鲜花没有太大的差别 好 现在我们来就是把它扎一束花 擦完过后 干完过后这个花就只有一小小的花 那其实干花的装饰作用比鲜花更灵活 您可以直接扎一个花树 摆在家里想要摆放的地方 也可以插在花瓶里 或者是放在花篮里 那随便一放呢 它都非常的漂亮 再也不用给它换水了 那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尝试一下吧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